其實都是收到線報 說這裏有個類似火櫃倉的問題 裏面有一堆的狗隻 懷疑是非法繁殖場 和懷疑有約束的成份 我們就把案件轉介給警方 我們三方團體在今天做這個行動 我們在現場發現總共有101隻狗 其中我們檢取了33隻狗 那33隻狗相對來說身體狀況比較差 大部份身體比較瘦弱 類似營養不良或者脫水 其中有些有些眼病和傷口 其實現場環境比較密集 譬如一個貨倉 可能貨櫃裏面 可能栽了30多40隻 因為太過劑壁 就比較安裝 部份動物可能吃得不夠 所以身體比較瘦弱